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蓝绿各自两颗炸弹在烧 怎么拆蛋呢 绿营的MeToo风暴续烧 我们等一下带您来看 但蓝营的这颗蛋呢 新北市板桥 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 怎么变成了被喂毒的恐怖幼儿园呢 你不乖乖睡觉 就要给你喝彩虹药水 小朋友的同言同语 居然还真的在孩子的身上 验出了三级毒品的安眠药成分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喂到嘴巴里去 不只有一班 中班 小班 幼幼班都中 我们问四个为什么 中班导师为什么跨班 去喂药给其他的小朋友 还有原班的导师 为什么不知情 幼儿服药的异常反应 为什么这么久 原方都状况外 而这些药物都是管制药品 这个中班老师 为什么拿得到 好 居姜哥还有观众朋友 今天你要知道 当新北市的板桥 发生了幼儿园的下药事件 或者是说喂药事件 甚至叫做下毒事件的时候 侯友宜 刚刚导播那个画面 我们再来一次 他该鞠躬道歉 他也鞠躬道歉了 这是正确的态度 为什么 因为我今天到了政大 去跟学生见面的时候 今天我先跟所有 全国关注的爸爸妈妈 是 现在还没有完全清楚 我先鞠躬道歉 正确的 但你要知道 在场外一大堆人在抗议 那我就要问了 第一个 请问你们是不是政大学生 不是吧 第二个 请问你们是不是学生 没有在一起学生 职业举牌手 第三个 说政政务不要进到校园 有没有 等等 这个场地 这个场景 不就先前因为后雨 还没有被曾召为总统参选人 所以賴清德跟柯文哲去吗 那天天你怎么没来 所以呢这个事情 后雨根本不用管外面这场人 应该是说好好的 刚刚鞠躬了 要跟新北市的家长 还有俊耀哥 因为要选总统对不对 跟全国的家长讲清楚 到底这个幼儿园发生什么事情 好我们今天两个主轴 尾翰好好带我们来抽丝剥茧 两个问题 第一个 风暴怎么发生的 第二个 新北市政府有没有延误处理 好这是非常关键中的关键 第一个 小朋友送去幼儿园 回来的时候 爸爸妈妈笑 阿公阿嬷笑 外公外婆笑 尤其第一个孙 金孙 哪里回来家人的孙 晚上一回来就开始想睡觉 你一整天在学校是很累吗 然后跟他讲说 起来吃饭 起来洗衣服 别骂我 脾气非常暴躁 你在学校怎么样呢 不要讲学校 三个四个孩子 不要跟我讲学校 开始脾气很暴躁 两二月跟三月跟四月 特别是二三月的时候 很多家长不是只有一个 发现小朋友的脾气变得暴躁了 而且呢 还会有那种抽搐的动作 那就不对了呀 没办法 带去医院检查看看 然后在检查就发现说 他居然里面有巴比陀 也就是基本上 以前脂痛症在用 君强哥现在没有在用了 你是不是可以给他讲 他是列管的三级毒品 你怎么让小朋友 喝这个东西 然后身上有残留呢 那观众朋友 喝是什么意思 就对小朋友出现这个状况之后 家长会问嘛 你怎么有这个 因为老师都给我喝这个 喝那个 喝那个彩虹药水 什么时候喝 一共早上喝 中午喝 傍晚也喝 一天喝三次 好 那家长这个时候 观众朋友是不是一定要跟 这个幼儿 跟老师要去对一下 毛巾臭啊 你给他喝什么 老师有讲说没有啊 我们今天小朋友 因为我三个小朋友 我很清楚啦 有没有感冒的 尤其这两年COVID-19 那如果我今天感冒的 有这个药 对不对 爸爸妈妈拿给他 老师请你帮我 这个小明你要帮我喂一下 每天就是吃完饭以后 所以会有药水 没有错 而且还有那个喂药本啊 对 你要上面打勾的 但是俊阳哥 有可能所有小朋友 都要喂吗 有可能药水是彩色的吗 那个喂药的水 就是那个黄色 或者是红色的啊 有可能全部人 排队在那边吃吗 所以家长们 一个两个 五个六个 大家都愤怒了以后呢 开始希望这个幼儿园 给大家一个交代 3月 4月 到了5月的时候 俊阳哥 5月12号 时间我跟你讲的清清楚楚的 5月12号这个幼儿园呢 居然贴出了公告 爸爸妈妈送小片 我去上学说 我们这个幼儿园 7月就截止营业了 7月截止营业 5月12号才贴出来 那你应该在今年招生的时候先讲啊 我们只到7月 没有这个明年的 对不对 那我如果说我今天是 小小班或中班 我中班怎么上大班 我下个怎么办 对不对 这个因为你家长一听我讲讲就懂 不可能说 霍生今天要讨幼儿园 你只有到7月嘛 对 那你以前也没讲 为什么是5月12 你把它贴出公告 然后到了5月14号的时候 这些家长受不了了 冲到新北的海山分局 直接报警 我觉得幼儿园的老师 把我的孩子下药 所以我去报警 514报警 5月15号 新北市才终于动起来 那么这个时间在这里 那我就接上这个了 5月15号 这是新北市政府跟大家讲 我们现在终于知道 是在这一天 然后后续我们就开始进行调查 现在观众朋友 不是新北市教育局调查 现在是检调都在调查了 园长跟这些教保员 通通被带去问话以后呢 交保候船 那你已经到交保候船 可能这个是有涉案的可能了 那你要回头来看 这整个过程当中 为什么最后要去报警 因为你到底有给所有的小朋友 喂那个药水 还是只有其中一两个有生病的 你把监视器画面拿给我看嘛 没有监视器画面 怪 不可能 幼儿园说 没有监视器画面 全部都已经坏掉了 所以没有录到 我们看过太多这样的社会新闻 所有的虐童 疏于照顾 最后都是墙角那个monitor 最后还原出最后真相 你告诉我 每一间教室的CCTV都不见了 如果你看到小朋友是这样 我就刚刚讲小明 却讲一次小明 小明就感冒 所以老师 大家去睡午觉 小明来老师喂药 老师有爱心 但如果不是 是全部人都 就不对了 第二个如果你喂出来的东西 不是药水颜色 是彩虹药水 也不对了 但是画面在哪里 没有画面 好那现在 因为新北市政府 已经盛中歧视在调查 而且检调都介入以后 你要知道 今天被检调带去了 包含了园长 跟所有的教保员 居然在这段期间的手机对话 跟通联记录 还有那些 可能传来传去的讯息 通通都散光光 更怪 为什么 刚刚讲到的 所有监视画面不见 这就是证据喔 证据没有了 灭证了 再来 今天所有的对话 散光光 我就怀疑 会不是另外一种 串供跟灭证呢 所以今天重点就来了 怎么会没有监视机画面 怎么会没有 所有的手机对话记录 怎么会到了现在为止 你的这些老师 在学生家长跟你讲完以后 5月12才说 我们只营业到7月 所以现在新北市政府也动起来 居然跟你要知道 今天早上 新北市的副市长刘怀然讲说 从今天开始 每天新北市都要召开 记者会说明 目前的一个进度 应该 那你今天家长 你总要给家长们一个安心嘛 那大家就会讲了 你这个幼儿园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3月4月 观众朋友 我刚讲5月12的时候 是贴出公告说 截止营业 对不对 5月14是跑去海山分局报案 对不对 但是家长跟民进党立委 出来开记者会 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其实4月的时候 早就已经打电话到1999 跟新北市政府 反映这件事情 检举这个幼儿园了 4月就已经报到市政府去了 对 那为什么拖到了5月12号 好 那观众朋友问题来了 今天我要来我们这个报信文之前 我还特别问新北市政府 到底有没有1999的报案电话 记录 没有 他说完全没有 而且他还跟我讲说 新北市政府的官方单位 给我回应的 他说第一个 不但没有1999的记录 我先跟大家讲 新北市台北市都一样 1999打下去之后 我是黄伟翰 全家俊香哥在吗 全程录音 然后内文全部都会记录 然后是哪个局处 或者是不是要宋野市长 都有记录了 所以打1999 不会就不见了 可是我跟大家讲 新北市政府说 查不到这一通1999 所以他敢说没有 代表他内部调查过了 他都查过了 我再跟大家讲更进一步好不好 不是只有查1999总机 还查了教育局跟相关的单位 连市长信箱都一通一通 全部都查了 有没有email漏掉的 通通都没有 所以新北市政府现在也是觉得说 有点莫名其妙 家长说4月就反应 就打1999了 可是新北市政府真的不知道 所以这个时间 你看新北市政府再看一次 押在5月15 可是家长说我4月就打电话 对 所以重点就是在里 出现了时间的落差 那不管怎么样 515之后呢 其实新北市政府 现在家长还在抱怨呢 第一个没有 1999报案电话嘛 第二个呢 就是说为什么到了 6月5号的时候呢 才让医院跑到幼儿园 去做集体的裁检 对 因为这段期间 从15到6月5号 这18天 都是让家长 你敢有问题 自己去走 有时候跑土城医院 有时候跑林口医院 走来走去 你为什么不把人 叫到幼儿园当中 所有小朋友全部检测一次 现在已经 新北市政府呢 已经赶快捕破网 把这幼儿园人 带来到幼儿园当中呢 集体 裁检小朋友的身上 到底还有没有含有 不应该有的 包含巴比陀 这样子的三级毒药 所以我要你看 一路讲下来 我整个被疾发量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这些 当爸爸孩子 都曾经到幼儿园过的 一个 两个零星的 你各自去关心 这个是一个集体 你刚刚讲的 这是集体胃药 甚至变成集体胃毒的行为 所以 如果5月12号 报案之后 他一开始 应该行政调查 结果等新北市政府掌握到的时候 司法检调已经介入 他变刑案了 对 现在已经是刑案了 观众朋友 但是5月12 当新北市的这个幼儿园 贴出公告说 我们停止营业的时候 君教哥你们觉得很奇怪 一个幼儿园要贴出 我们即将在7月结束营业 他不需要取得 新北市交易局的同意吗 当然要啊 那5月12贴出来 新北市交易局知不知道呢 第二个 新北市既然已经经过清查 也负责任告诉大家 没有199报案电话 那么到底是不是在512 他贴出公告之后 家长跟幼儿园之间的冲突 搬上台面呢 第三个 有人讲说 其实家长在3月4月的时候 除了打199之外 还曾经 试图的去请一位在地的议员 来帮忙 那那个议员的服务处 刚好就在这个幼儿园的楼下一楼 但是呢 这个议员说 一开始他发现这个事情 他没有愿意来受理 所以这个事情可能 那这个议员是国民党籍的 所以现在讲说 是不是国民党跟侯友宜 在耽误这个时辰 刚刚侯友宜的鞠躬画面 大家记得 侯友宜说 这个事情无往无众 一定要查清楚 一定要有家长在交代 所以现在目前新北市政府 侯友宜鞠躬道歉 危机处理 立刻请副市长刘和然 从今天开始 每天早上10点半 开记者会跟全国的民众报告 到底这个幼儿园的 胃药事件 要怎么后续处理 好我们一整个严肃的 听完一整段 我不禁提出一个怀疑 5月12号 你贴出我7月要歇业 你歇业是不是代表 那些老师们要失业 有人要失业 所以后面有一个 进行一个所谓的 无差别的伤害 无差别的 未要未毒 报复的行为吗 简调好好去查 洪卫你怎么看 因为这件事情 确实对于侯友宜 跟新北市 是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信任危机 那么有的人还把它视为是 这个侯友宜她的总统路上 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那这个事件 我想第一个 就如同刚才伟翰也有特别提到 就是因为外界一直质疑说 这个学校的家长 4月份就已经投诉 为什么你到5月中 也就是时隔 大概20多天 你才去处理这个事情 请问一下 新北市到底有没有延宕处理 那因为新北市也非常高度重视 这样的资讯 所以确实他们就立刻去清查 所有的1999还有市长信箱 还有1999里面 他可能投诉包含交易局 还有社会局 确实他们所得到的 第一通的这个投诉的电话 是在5月15号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 就说除非啊 除非这里面有刻意的人为的隐匿 否则的话我觉得 这个新北市也好 或者侯友宜也好 如果他们胆敢说谎的话 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勾激 没有那么难 如果是家长打过这通电话 通联掉得到啊 没有错 通联一定有播出去的记录吧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一定要做一个厘清 因为我觉得新北市 现在很斩钉截铁的说 是5月15号第一通 那跟原来的家长 是不是说他4月份 那4月份 他是不是有记忆上的错误 还是说他投诉的单位 并不是台北市政府 我觉得这个部分 应该要做一个厘清 因为否则的话 咬死说4月就投诉 然后你5月中才开始启动 那我觉得这对于侯友宜 或者新北市来讲 也是不可承受之重 我觉得这一点是其实事后 是可以调查得清楚 那第二个就是 这个小朋友所讲的彩虹药水 这个彩虹药水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为大家讲说 怎么给小孩子随便喂什么彩虹药水 有人说那个是 是喂毒 感冒药水 对 现在我们看到媒体披露 因为检调已经早就在调查 说这里面可能是感冒药水 那当然在网络上也有人说 这是不是带风向 还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那我在这边也呼吁检调单位 应该赶快把这个部分做一个厘清 因为这个并不是我逼着你说 你赶快去帮侯友宜来脱身 不是喔 是因为这么多的家长 都在关切这个事件 大家很希望知道 到底那个彩虹药水是什么东西 它是毒吗 还是感冒药水 那这个到底里面的成分是什么 我认为检调单位 也应该赶快去出面 厘清这个讯息 那第三点 就说这个事件 因为引起这么大的质疑 那么它的整个过程里面 是不是有没有周详的地方 比如说今天早上就有很多 那个媒体朋友问我说 他说委员 你认不认为 这次台北市是延迟处理 我告诉大家 新北 新北是不是延迟处理 我告诉大家 我如果是家长 我如果是家长 你只要晚一天 我都觉得是延迟处理 因为我完全能够体会 家长那种心急如焚的感觉 但是如果新北市 它所有启动的程序 我们现在回过头 因为新北市都报告你 5月15号 我今天会有通知 5月18号 我启动了调查 组成专案小组 5月22号 我开始在做检验 然后到6月 一直到6月5号 我就是变成说主动的 让大家道远检验等等 如果这些程序是没有合乎法规的话 那当然新北市应该谴责 所以我觉得我们能够理解 所有家长他们交集的情绪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做出太多的 所谓的政治性操作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包含今天新北市的党团也好 或者立法院民进党党团也好 当然他们不会放过这样子一个 他们认为可以去操作 或可以攻击侯友宜的这个 一个捡到枪一样 但是呢我们还是会希望 这整个事情 赶快做一个清楚的调查 给所有的家长一个交代 好 杨明 今天这个火烧成这个情况之下 到底真相是什么呢 其实老实说 真相当然要等检掉 把这个事情查明 但是我们来讲的叫做危机处理 为什么 因为侯友宜他不是单纯 只有新北市长这个职务 5月17号以后 他是国民党征召的总统参选人 很巧合的这个案子 爆发在他被征召的前两天 5月15号 新北教育局获得通报 所以这一段期间 有很多的网络上的带风向说 侯友宜要选总统 所以不管新北了 你新北没有去因应到 没有感觉到这个一个危机的话 对侯友宜的团队 是一个最大的警惕 我要怎么说 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 昨天这个鞠躬道歉 我们讲公关危机处理 他是一个被动的动作 什么叫被动 这不是在侯友宜的主场 这是他要去参加一场活动 现场很多学生抗议 你要道歉 然后麦克风堵过来 你道歉 这是一种被动的 可是如果今天是一个幕僚 你知道昨天下午 昨天下午 新北市教育局 就有一场记者会 你市长 如果你今天要做 所谓的猜蛋 昨天下午就要去那场记者会 宣誓 我们要查办到底 没有上线 比如说 所有我们园区 包括这些家长 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 没有 结果你变成到晚上的公开行程 才这样两度鞠躬 那就会让人家觉得 你是不是被 被那个风向压得不得不到线 结果今天早上 你道完歉了 球已经在你手上了 你今天早上的记者会 又是副市长出席 你说 这是由副市长督导 如果今天 我讲这个 如果今天是侯友宜亲自 到这场记者会说 我在这边命令 由副市长刘和然督导全案 那个跟副市长自己说 我负责督导 不一样 那就表示说 你侯友宜是有能力 有决心要去解决问题 好 结果你知道吗 刚刚又传出来最新 我们刚刚录影到一半 传出来最新的消息 今天晚上侯友宜 要跟家长见面 要跟这个幼儿园的 这些受害的家长见面 那这不是早就该做了吗 从五月多 那个时候案发的时候 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 你怎么都没有做这件事情 我应该这样说 五月多的时候 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刚刚在讲 我就说一开始是零星的 是 后面变集体 等我定过神来 我才发现不是胃药 对 那是下毒 这个应该是到六月 我才厘清事情这么严重 对 但是 但是我说这个就是没有警觉性 没有警觉性 那个时候家长很早 他就已经说 他们自己去验东西 发现不对劲 是 新北的教育局 卫生局都没有警觉到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现在你要补救 亡羊补牢 牛胃完盈 但是要展现出态度 不要再被人家见缝他针 好 再把火 会不会越消越累 坚哥你怎么看 整个新北市政府 在这一件事情 我们看得出来 很清楚的第一点 他们就是螺丝松了 整个市府团队 通报机制完全失效 而且在这当中 从四月中旬 家长已经打了1999 通知新北市府以来 教育部已经五次 正告新北市教育局 说应该积极处理 但是很可惜的 新北市政府一直到5月14号 是因为家长到新北市警方 去报案啦 5月18号 新北市政府才积极办理 而且拖到这个月6月5号 才到幼稚园里面去做检查 所以这基本上 螺丝松了 当物资籍 第一点 你不能只是去检查 这一家幼儿院 你是不是要通告 所有你教育局跟社会局 针对新北市 服务那么辽阔 做那么多的也幼教住所 应该去检查 第二个 你也要公告周知给 新北市所有家长们 所有有幼儿 在幼儿院上课的家长们 也要让他们知道 去察觉看是不是小孩 也有碰到这个情况 那当然这些动作都为时已晚 但是侯友瑜 你现在应该立刻面对 你唯一的能够做的就是认错 道歉 然后赶快积极改善 抛开所有政治行程 不要再去跑总统选举了 观众朋友要知道 在板桥这个恐怖的 未要的幼儿园 他是很贵的知名连锁 名字讲出来 你就是说 怎么会是他们 玉峰告诉我们 其实家长花这么多钱 把孩子托付到那个地方去 却遭遇最恐怖的对待 不是台湾 讲出来下巴会掉下来 对我们来讲 小朋友其实在家里 都是非常的金贵 对不对 在家里可能都吃有机的 然后没想到去那边 既然遇到那种状况 但不只在台湾 在大陆也是这样 在大陆其实 他们要有一个幼儿园的名额 是非常辛苦的 第一个你要透过关系 第二个你要花非常多的钱 结果没有想到呢 你这个金贵的小孩 送去幼儿园之后 回来竟然发生什么 嘴巴里面竟然有破洞 然后呢这个是他的屁股 屁股里面一开始家长 以为说这一点一点的 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以为是什么 以为是 会不会是睡觉的时候 光着屁股睡觉 被蚊虫叮了 可是呢发现 怎么这个礼拜有 下个礼拜又有 那这个点点是什么呢 后来呢就只好去看医生 医生就说 你这个点点好像是被人家拿针去戳的 太可怕了 你不就像满青十大裤子吗 搓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他们就想说 还有另外其他的地方 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针口 他想说 哇这个不对 要去幼儿园去看这个东西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到底把小朋友送到什么鬼地方啊 哦这个是最高级的幼儿园 这个幼儿园呢叫做什么 叫做 红黄蓝幼儿园 我们先讲他的学费好了 他的学费一开始 大家都不愿意去讲 学校也说 你们不能跟别人讲哦 是因为这个幼儿园 红黄蓝幼儿园 它的背景很硬 而且他是在美国上市 他在美国上市 Nestad上市 对在Nestad上市之后 大家就回头去查说 他到底一个学生收多少钱 在那个时候呢 2017年开始查出来 一个学生就收2700块美金 因为他是在美国上市 所以他的台报都是用美金算 那2700块美金 在当时责合台币大概是7万3 但是呢你不要觉得说 7万3好像听起来好像还好 你要想在当时候 其实算对家长来讲 甚至压力非常大 贵族中的贵族才念得起 贵族的学校 而且你还要有点关系 是 你在那个小区里面 你要有点关系 然后呢 这个红黄蓝的幼儿园 你知道吗 他在整个大陆大概有300家 是直营的 是 等于说我就是自己来处理这个的 那还有1000多家 是类似像是新北那个加盟 加盟 所以你看到后台印 对 彩底厚 口袋深的 红黄蓝 在美国上市的这个超级的 连锁的巨拨 2017出包 没有想到 2021年 4年后 居然更恐怖的发生了 更恐怖的发生了 2017年开始爆出来这个丑闻 这丑闻是什么呢 是疑似有虐打小朋友 然后呢 还有被家长拍到 这是我们把马赛克 这个是什么画面呢 这个是小朋友不乖 不乖的时候呢 老师竟然把鞋子脱掉 叫他纹他的脚 可恶耶 然后 然后他们家长看到 有家长去接小朋友拍到这照片 赶快要去心思问罪 你在搞什么鬼 这个影片我们拍到了 怎么回事 老师笑一笑就说 这个是在玩啊 小朋友没有被我强迫啊 这在玩 他讲了一个东西就是说 你要从小训练 训练什么 训练他们服从 训练他们听话 然后呢 当时候大家都觉得说不行 你回头去看2017年的事情的时候 要把它给兜起来 兜起来就觉得说 这个学校一定有问题 可是呢 学校就告诉你说 没有监视器 什么都没有 但是家长之间彼此串联 那这个东西就是炸锅了 炸锅之后呢 一开始说怎么样 要研办 一开始其实官方是说要研办的 研办这些老师 因为研办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啊 也是应该啊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哇我们要赶快把政策 收集出来 因为要研办 可是呢 后来研办之后呢 办了谁 办了一个家长 没有去办老师 他就说 你这个家长 你们不是这一般的 你们不是文的 然后你们不是被暴打的 你去散播这个东西的话 你就是传播假消息 要法办你 为什么动不了他 他后台很硬啊 耶 大家回头去看 就发现说 这个大金主姓孟 所以呢 他的实力才有办法 在NASDAQ去里面上市 那上市说 孟到底是谁呢 就去查了 这个是解放军 解放军 以前有一个老虎团 然后呢 还有一个政法书记 叫孟建柱 所以呢这个姓孟的 这一个大金主 孟谋就是孟建柱啊 孟建柱的小孩 孟建柱的小孩 好大家可能不知道 孟建柱是谁 周永康也有听过吧 周永康要叫孟建柱大哥 因为以前呢 是他们两个互相接这个位置 你就知道说 政法委书记 政法委其实 因为在大陆那个地方 等于就是他把司法剪掉 一把抓 所以 所以你东西送上去的时候呢 法院司法他管的呀 对 所以你东西送上去的时候呢 谁敢动啊 没有人敢动 就回头去查这些家长 然后呢这些散播的人 然后大家想说 为什么这个叫老虎团 其实呢 这个老虎团是有原因的 当时候在长征的时候 解放军里面其中最凶猛的一个 就是这个老虎军 他的司令叫做王必胜 可是他每次都打胜仗 甚至把国营党的军队打得民运茂茂 所以呢他必胜被改掉了 被王必胜 所以呢他是必胜司令 所以我今天跟你讲 老虎团我管你打仗多凶猛 那个都已经是历史的故事 对 小朋友是让你疼的 你要把他当 当敌人在打 你要敌人在 惩罚 对当敌人在惩罚也就算了 这个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当你后面有靠山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是非常凶狠的 所以呢老虎团那时候 直接就开出一个声明 他就说呢 我们没有在职的 我们也没有 我们自己的亲属的小朋友 军券在读这个地方 跟我没有关系 可是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被抓出来之后呢 大家就知道说 后面跟解放军 跟老虎团有关系 但是呢 一夕之间 微博上面的东西 在一个夜晚 不见了 一瞬间就不见了 所以呢这些家长 只告诉大家说 我们还是自己去 找其他的地方 读好了 没有人在找这个事情了 到最后 真的是一个都没有办到 那么你说只有这个 是唯一的人吗 No 在2022年的时候 更发生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他在山东的一个幼儿园 你知道吗 小朋友 其实幼儿园的小朋友 看到玩具 看到球 就玩得很开心嘛 对不对 可是呢你看了 他把他抓起来 就说 如果你再不乖的话 我要惩罚你 你知道这惩罚是什么 是酷刑耶 竟然是说 你嘴巴很厉害嘛 你会讲话嘛 居然去割他的这个上二 为什么要 他就剪他 那剪他之后呢 他讲话会痛 我觉得 你根本不敢想像 每个都是很金贵的宝贝 这个老是人性到哪里去了 而且不只是一个小朋友 其他小朋友 在起哄也一起去剪 所以呢 这个东西有20几个小朋友 都受到这种可怕的虐待 邀请您 一起加入五期报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 挖真相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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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